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进入居座照中 微信公众号收听居座视频节目 居座视频节目每周二周四上线 主要是对当前正在发生的重大军事问题进行评述 上一周二呢,我给大家讲了一期 叫做天上掉下个杜达野 菲律宾朝三暮四为难班 这个视频呢,这个给大家录了将近半个小时 因为我很高兴,终于盼到中非关系 这个缓和走向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给大家录了很多 结果呢,这个当天晚上 我们是每天下午五点钟发布,准时发布 当天晚上到十二点左右吧 就达到十万家 十万家点赞 现在我们看,可能微信公众号到现在几十分钟 点赞是今天我看了一下五千六百三十一个点赞 证明大家对这个话题呢,还是很认可的 后台呢,我看了一下刚才是六百多条评论 我看了一下今日头条,这一次我们推送了一下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推送的结果 今天是六十七万阅读啊 就是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是很感兴趣 原来呢,我准备今天给大家讲一讲非美关系啊 因为原来这个按照计划是这个多特尔特二十号访华 那既然二十号访华呢,下周四嘛 我这下周二讲一讲 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好 没想到它提前了 这国事防卫还是提前的啊 这个比较少见啊 就感觉比较迫切啊 防华 这个那就是 那既然它下周二就要来了 我只能是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了 所以说今天把中非关系呢提前了啊 下周二呢,咱们还要讲一讲非美之间的关系啊 最后再讲一讲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因为大家要到日本去 所以说呢,每一期重点就讲一个重点啊 我重新再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你现在听到的呢 是菊佐赵忠微信公众号 菊佐赵忠微信公众号是张赵忠 是我个人 我叫张赵忠 我自己开了这么一个小喇叭广播啊 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什么主流媒体啊 虽然我经常在主流媒体发声 这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自媒体啊 一个退休老头闲人没事搞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呢 这个 我就是给大家在这个地方呢 讲一点那种边角余料的东西 个人观点的独特视角的啊 你千万千万别把我的事当成什么 主流媒体啊 不是的 吵一番后 你有点谈资就行了啊 你别当当真 关于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访华这个事情呢 我相信现在正在预热啊 各主流媒体进行他量的报道 所以关于这方面呢 我不想谈太多东西了啊 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访问日期呢 但是现在改为下周二开始18号到21号 是比原来要延长了啊 延长了两天 这个都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呢 这个访华的规格呢 也提升了啊 这个原来是官方访问 深刻为国事访问 访华期间还有一系列 跟中国国家领导人呢 就是中国官员呀 各个层面的商界代表啊 这个进行会谈 还有揽长城 跟中国谈一系列的经贸合作啊 这些个呢 让我感觉到呢 这个杜特尔特上来之后呢 他的外交重点呀 是放在东盟啊 东亚和俄罗斯 因为他在中国访问完了之后 还要去访问日本 接下来年底还要访问俄罗斯 显然呢 这个和美国呀 欧洲啊 现在是明显的疏远啊 明显的疏远 这个 而且这次到中国来呢 是他除东盟之外的第一次 对其他国家的国事访问 之前呢 到东盟国家呀 缅甸呀 越南呀 进行过访问 参加过一些东盟会议 整个来讲呢 我感觉这次访华 对中非掀开一个 优好合作的新篇章 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几个大家从主流媒体都可以看到了 我就不多说了 最近这几天呢 我看我的后台评论才知道 后台评论小伙伴们说 怪不得 最近这个市场上 这个菲律宾的香蕉 水果 火龙果 什么菠萝 这个螃蟹 大虾呀 石斑鱼呀 这些人 好像多起来了 菲律宾的 原来不让进口 我是特别喜欢吃这个菲律宾的菠萝 你们大家可以试 我不太爱吃香蕉 菲律宾的菠萝和其他的菠萝是不一样的 我这怕酸 别的地方的菠萝好像特别 特别酸 菲律宾的菠萝是甜的 你们大家可以试试看 中非关系菠萝蜜 菠萝和菠萝蜜是两种水果的 像菠萝一样甜蜜 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我感觉从菲律宾角度来讲 这个多特尔特多次提到 他说这个 我现在你看我上来吧 主要是搞反毒 搞反毒 因为菲律宾也是个小国 穷国 你说400多万吸毒人 你说这怎么弄啊 如果搞这么点事 美国一天到晚骂我 欧盟一天到晚骂我 国际人权组织 包括联合国 一天到晚骂我 这个 还威胁我 中情局还想暗杀我 你们算啥呀 这又开骂了 上一期我跟大家说了 骂这个奥巴马婊子养的 让人下地狱 最后又让欧盟 又骂欧盟 欧盟说别下地狱了 地狱都满了 让人奥巴马战了 那你先炼狱吧 现在又骂这个美国 美国你这个 这个就知道指责我 给什么援助了 美女我们照样活 你别威胁我 王八蛋 太可爱了 总统一天到晚骂美国 这个感谢中国 说是这个美国一点忙不帮 欧盟一点忙不帮 中国你看多好啊 中国帮着这个菲律宾建立戒毒中心 他要开放军营 下一步要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一万张病床 现在中国给他建这个戒毒中心 好像能容纳1400人 下一次呢 要要建一万多张病床 在军营里建 进行这个戒毒治疗 现在正在热播的一个 影片叫湄公河行动 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联合反毒 这也证明 这个事情呢 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 因为毒品嘛 是人类的公敌嘛 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 进行反毒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呢 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合作的基点 关于安全问题呢 我感觉是这样 安全问题 因为中国和菲律宾呢 现在这次算是 杜塔尔算是破冰之旅了 因为结兵的事是 安金诺三是搞的 那他需要一段时间去破冰 人家来破冰了 你不能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跟人家再谈什么黄炎岛啊 什么南海 他也不会再说 你南海政裁啊 你必须怎么着讽 我就不跟你谈 大家应该是这一次 我想吧 主要还是应该避免 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大家多重话少再次啊 简直双方 说点过年的话吧 有些个事情不是不解决 是还没到火口啊 刮输地落嘛 对不对 生瓜蛋子 你没熟就摘下来 对不对 我们经常吃到水果都是这种 买个大西瓜不甜 真的太早了啊 所以呢 这个 还是要等待时机 我个人感觉呢 中非之间 关于南海的一些问题 不仅这一次解决不了 在未来 起码斗塔尔特任期当中 也不会解决 解决不了 这涉及主权的问题 不是说几年 十几年 几十年能解决的 实际上倒有的分钟 上百年几百年争端都有 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计划这个矛盾呢 这个像这个冲突啊 危机啊 战争方面发展呢 扩进备战呢 还是说 真正把这个事呢 就是先放一放 咱们减重大的事去做 啊 就像小平等于原来讲的 各自正义共同开发啊 这个避免呢 这个再拿着美国来刺激中国啊 这个第三方介入 这个就免谈 双边呢 走向一个外交协商啊 这样一个友好合作啊 这个这样一个方向 咱们先减重要的做 这些小事就再说了 这个 这个我感觉这一次应该能够达成 这样的一种共识吧 你说让中国和菲律宾都放弃底线 在主权上 在谈什么让步 没有这个可能 菲律宾也不会说 因为我杜特尔特上来了 我就把占领那岛子都给中国 中国也不会说黄亚岛 这事咱们以后再说吧 不会的 只是把这个事呢 咱们去京方啊 双方啊 搞一些这种关系 中非之间呢 是这样的 中非之间呢 两国历史上有长期的血清关系啊 这些东西在这个 我的史说道征 从历史上呢 这个讲中非之间的关系 讲了很多了啊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很短 不能说从猴子变人讲起啊 讲这些东西 菲律宾承认这一点啊 菲律宾和中国是血清关系啊 这个是兄弟关系啊 这个说到底呢 还是一个打断骨头连着筋啊 因为双方太近了 一一带水 各还相貌 这个 菲律宾这个国家呢 300多年来 从16世纪开始啊 当时迈这轮啊 环球航行走到菲律宾 让菲律宾给杀了 以后西班牙进入 1898年 美国打败了西班牙 又占了菲律宾 1941年 日本又侵占菲律宾 当时就是 马尼拉达屠杀 造成上百万人死亡 所以300多年来 被西班牙 美国不远万里 前来侵略 日本南下 进行马尼拉达屠杀 而且把这个菲律宾 当成殖民地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 菲律宾人民忍受了 这些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给他们带来的灾难 但是中国和菲律宾 距离这么近 中国历史上 一直那么强大 唐宋元明那个时候 尤其是元朝的水军 明朝的水军 当时都非常非常的强大 世界上第一大海军 那我们从来 没有跟菲律宾交过战 也没有占领过菲律宾 所以说中非之间 数千年友好相处 这个真正交恶 是菲律宾挑起 2012年黄亚岛危机之后 这个阿基诺三是 听信谗言 这个挑拨离间 兄弟残杀 跟中国反目为仇的 其实呢 这个阿基诺三是 就是他老娘 克拉松阿基诺 任总统的时候 中非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1988年呢 当时克拉松阿基诺夫人 到中国来访华 专门回到他祖上 这个祖上呢 他是这个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福建的 漳州 剿美镇 洪建村 这个地方 回去之后呢 他有一段话 他 那个意思呢 就讲呢 这是阿基诺夫人 就是阿基诺三是他老娘 就说我虽然是一个国家的总统 但是呢 我也是这个村庄的女儿 这个任祖归根 另外还在那种下一棵 南洋山 现在那个南洋山 已经长成餐铁大树了 这个克拉松阿基诺 他的名字被写进 这个村里边的姓徐的 徐氏的祖谱 续上了 这根的续上了 当时小平同志 混见他的时候 他管小平叫邓伯伯 他两个女儿 小平同志叫邓爷爷 当时中非之间亲戚关系 亲戚关系 所以说呢 那一段时间是非常好的 关键是1991年 当时阿基诺夫人主政期间 把美国赶跑了 当时这个菲律宾参议院 废除了美非 军事基地的协定 这个宪法 规定在菲律宾国土上 不容许外国军事基地存在 把美国赶跑了 1992年正是 从苏比克湾和克拉克空间基地 这个赶跑了 那这个非常好 中非关系非常好 结果呢 这个以后 这个阿基诺三世 就是他儿子 阿基诺三世 上任了 上任之后呢 这个 有点跟现在差不多 现在东盟几个国家转了一圈 这个 然后呢 对外国的第一次首访 就选择了中国 阿基诺一上来 这个 还是不错的 2011年8月30号到9月3号 阿基诺三世 对中国进行了五天的过程访问 加强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当时主要是推进商业和贸易关系 这个中国访问期间呢 那么签了70亿美元的大单 70亿美元对于菲律宾这个小国 菲律宾一年的军费才几亿美元 4亿美元 5亿美元 这样的 而且呢 当时中非还这个发表联合声明 签署了中非经贸合作的五年发展规划 说是争取到2016年吧 双边的这个贸易额突破600亿美元 当时他也去爬长城了 过去逛了故宫了 关键是呢 他还去他那个母亲 克拉松阿基诺夫人 当时去的那个祖籍地 他也认足归宗 在那栽了一颗罗汉松 这个希望中非关系友好 这个后人树下乘凉 这个没想到高开低走 这个回国之后就翻脸不认人 这个怎么这个样子 就是他这个回去之后 回去之后 这个就开始不行了 就是当天 当天的话呢 就访问以后刚下飞机 当天菲律宾参谋长 他就宣布 美国去买军舰 这个买第二艘这个军舰 将部署到南海 这个主要是汉密尔顿级了 这个以前军事节目当中 我给大家都讲过了 另外呢 回国以后呢 180度大爪弯 就是在南海问题上放弃对话 选择对抗 拒绝这个任何的谈判协商 这个主动的单方面的关闭了中非对话的大门 提出了三步 就是不谈判 不作伤 不合作 在南海问题上 三步政策 这个一直从2012年4月吧 荒野岛危机之后 也一直持续到 现在 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一次 等于这个多塔尔特上台之后 重启中非合作的这个历程 重新掀开中非合作的新篇章 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最终呢导致非方 这个提醒了南海仲裁 把中非关系彻底闹翻 反目为仇 这是阿基诺三世这个人 就是翻脸不认人 这样的一段时间 这个 中国有句话呢 叫这个 前面有车 后面有车 这个 现在呢 就是前面这个车 这个车 是怎么回事啊 这一次怎么这个 我就感觉这个 多塔尔特访华 就跟上次阿基诺三世 好多方面 从形势上来看 差不多 差不多 对中国首访啊 中美要签署 这个防卫 合作协定啊 要去长城啊 还有在经贸方面 还有在经贸方面有多少投资啊 基础建设啊 高铁建设啊 这个 中国一带一路上面 菲律宾的参与啊 亚投行的问题啊 就是这些问题都似乎让我想到了六年前 因为他总统这个任期是六年啊 上期节目给大家说了五年 说错了 好多网友说的任期是六年啊 非常感谢大家 我经常看大家在后台的评论啊 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说 有时候会出现口误啊 但是口误也证明我这个基本功不扎实啊 记不住这么多事 网友纠正之后 我在六年 他是六年啊 这个韩国是五年 一般的国家的总统是四年 像美国是四年 这些个五年六年 这些都不能连任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 当时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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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七十多亿美元的大单 还有后续的合同啊 这个2016年双方要达到六百亿美元 回去我挺高兴 结果马上翻了不认人 我们说吃一剑长一智啊 这个 昨天一出门 门口有大坑掉了一头了 摔了一脚啊 那今儿我就记住了 我门口有个大坑啊 我出门的时候得观察观察 小心小心啊 是不是 这个别再次掉坑里啊 这是 这是中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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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话 吃一剑长一只 我们防止老掉 老掉冲台呀 你这个阿基诺三十得了便宜 还卖官呀 这六年后又 天上掉了个杜大爷 杜大爷天天 马美国 马欧盟 马盘 就是到中国来了 上台以后 我就从来没见他 穿过西服 就见李克强的时候 穿西服了 这次来到中国 国事防卫 我相信了 呃 这几年他主要就是 呃 做了一些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 这个阿基诺三十出卖国家主权啊 这个 其实菲律宾一九四六年 建国以后啊 一直是强调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但是一直摆脱不了美国 呃 自己独立了 但是以后呢 由于南海问题 结果又把美国给拉回来了 主要是1998年来访部队协定啊 这个 来访部队协定呢 再加上以后2014年 这个菲律宾和美国又签署了一个增强防务合作协定啊 这样的话呢 就让美国在菲律宾使用 一共是八个基地啊 八个基地 嗯 所以这等于就是 就是丧失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尊严嘛 原来这个阿基诺夫人 当时 呃 国会都是 立法禁止外国 再在菲律宾开始基地 你怎么又修改 呵呵呵 这个法律 然后又让美国来助呢 呃 这是一个点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阿基诺夫人 就是阿基诺夫人 就是 六年 六次访问日本 这说明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会非常好的 呃 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好呢 那就是他最后一次访问 呃 日本的话呢 给安倍商定啊 要签订一个来访部队协定 模仿美国 那就是说 菲律宾对日本也要开放他的军事基地 这个事情呢 呃 在杜特尔特访问中国之后呢 他还是马上这个月底 是吧 就访问日本 嗯 我个人判断啊 前门巨廊 后门进户 把美国推出去以后 日本程序而入 有可能 杜特尔特在中国和跟中国啊 这个推背换展啊 这个换天洗地 结果到月底以后到日本以后 同样再来一遍 更严重的是有可能菲律宾和日本 签署来访部队协定 就是允许日本在菲律宾驻军 啊 这个驻军就是 解 来访问了 我给你提供方便 你在我这住着 但是呢 进行训练完了以后 在南海演戏完了之后 你再回去 就这样 不是长期的军事基地啊 这也太厉害了 这对中国也构成严重挑战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想它是能办成 有可能今年这个月底 就这个事都能定了 真那样的话呢 这个美国和日本 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就更大 啊 是不是啊 中美之间爆发 真正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中日之间不一样 不一样 那有可能真的就打起来 所以菲律宾要是真这么弄的话呢 那南海反而就更麻烦了啊 啊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这个也也也也得要注意菲律宾 会不会来这一手啊 嗯 阿基诺三世这些年呢 就是在这个扩军备战这方面呢 做了不少工作啊 整天就跟中国叫板 中国威胁论啊 这个抱紧美国大腿 让美国就给支持 这个 他四年的军费啊 要比过去15年都多 所以说军费每年增大约是四分之一 啊 这个还要多 呃 菲律宾军费增多也就十一八亿啊 也就这样 呃 就是这些年呢 就是菲律宾老希望跟美国好 美国给他钱 美国现在给的就是不到两亿美元 美国给以色列的每年是三十多亿美元 给日本每年四十多亿美元 当然这里头有驻军的事情 但是给给这个就不到两亿美元 不到两亿美元里头还有说美非联合军事演习的一些钱 这真是打法要犯的 所以说杜特尔他上了以后一查账 说这啥玩意儿啊 美国整天就给给个破舰艇 给给给给给给破飞机啊 还不配套 要导弹也不给给个舰艇又把雷达啥的炮都拆了 让菲律宾花钱还买 这哪够朋友啊 这是美国太穷了没钱 中国有钱啊 我这次到中国来跟中国要钱 给中国他合作啊 这个多大爷很认识很清楚他菲律宾是小国穷国啊 怎么能想着跟中国打一战 这不糊涂吗 对不对啊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没有第二条路 只有一条路就是谈判 这个认识很清醒啊 这个认识很清醒啊 靠美国也靠不住 你指着美国来来支持菲律宾在南海闹着不给人当枪使吗 这个很清醒难得啊 这个难得 我感觉呢会有改变 但是呢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看法呢 这个研究因为研究菲律宾 哎呀我那个史说道争里头这个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菲律宾的军队里头大部分都是美国培训的啊 就现在的菲律宾的高级将领大部分都是美国培训的 那就说亲美啊 亲美这个会不会因为杜特尔特下一步收紧军费开支 减少军费开支啊 这个主动跟中国缓和 呃这样的情况下呢 把重点放在反毒 呃维持国内稳定 呃加速中非贸易啊 呃刺激经济发展呃 呃参加到中国的 呃加入亚投行 因为这一系列非常好的呃行动呃得罪了美国 美国进而策动军队的高官进行政变 这仍然是值得观察的一个问题 因为菲律宾整个的军队过去只要一受到打压 他就琢磨政变的事啊 啊就亲美力量非常的厉害啊 呃最后我谈一点自己的观点吧啊 啊这个本周的防务新观察啊 啊样式七套七套我也在谈这个题 大家也可以再看一看 这个我一直在讲啊 这个呃我们不要轻易讲这个杜特尔特反美亲中 还没有达到就说了几句话就反美亲中了啊 啊也不是这个意思 他主要还是呢在中美之间在中日之间啊 啊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搞平衡 呃起码现在是脚踩三只船吧 三角恋爱啊 啊跟中美日搞三角恋爱啊 啊菲律宾爱中国也爱美国啊 啊更爱日本啊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就不要说我们一说什么事的 就走向一个极端 因为因为因为阿基诺访华 就说跟中国又又怎么好的怎么好的 从历史上来看菲律宾和中国 我们有过友好 但是没有好的那份上 因为它核心的还是美国日本那条船上的啊 这个但是呢这一次 多大业访华呢 它会如果是取得成功的话 那证明对中国 对菲律宾都是重大利好啊 是不是 起码我们有菠萝吃了 哈哈 有芒果吃了 对不对 有香蕉吃了 啊这个对菲律宾来讲 那还是经济上 起码那不是说一百亿美元的问题了 那是数百亿美元的问题了 对不对 而且给中国扫清了很重要的道路 海上四周之路 我们通过福建泉州 这是我们的出发地 然后第一站就是路过菲律宾啊 将来会为我们扫清这个这个海上四周之路的重大障碍 是非常好 以这个这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说 对中非两国之间 经贸啊南海啊 啊南海也大幅度降温啊 对于我们开展的这个啊 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啊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是立国立民的事情 所以这期节目呢 我就跟大家呢 就是交代一下这个基本的情况 中非之间基本的情况 呃但是呢也让大家看到 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们既要换天洗地啊 也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 呃要有一些忧患意识啊 这个不要剃头挑子一头热啊 不要一头沉啊 还是要寻求平衡 好吧我们静待都大爷的放华 祝都大爷放华 啊圆满成功 驻中非之间的有一万年长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